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8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想讲一下美国对华外交的思路 5月7日是美国空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4周年 我们驻塞尔维亚的使馆在被轰炸的大使馆旧址举行凭调仪式 1999年5月7日晚上 美国轰炸机发射导弹准确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3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幸虎、朱永死亡 另外还有几十人被炸伤 事后美国说了一个震惊当时60亿地球人的原因 它说中央情报局用了旧地图 看错了,誤诈 缅怀就是为了记住 记住这一段的血债,记住霸权的恶毒 当年美国公然行空,事后还说大话 中国的确没有他负,因为我们还未够强大 但几位烈士的死不是白费的 因为这一场轰炸令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落后就要挨打 之后中国人走上了全力发展的道路 24年后的今日,美国打压中国 不用再用旧地图直接一句威胁国家安全 对中国进行全天候全方位打压 但风水轮流转,美国的打压收效很微 美国甚至要低声下气球见 我们给几个例子给大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今年2月份,原本访问中国 自己吹奏的气球事件是间谍活动 激怒了中国,去不成 现在布林肯有空无事就会和媒体说 孟金说,我想今年访问中国 但中国暂时没有理他 大家还记得,中国3月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和谈 但美国发言人就说,不可接受 但去到5月,布林肯突然大赞特赞中国滑船 自己刮自己,刮到彭彭声,真是肉酸到一个点 所以说,美国政客不是政治精神分裂 就一定是有说谎的DNA 连美国人都是这样看的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Robert Francis Kennedy Jr. 发了一个帖 他提到,他说当年苏联指控美国 美国竟然欺骗美国人 但今时今日,说谎已经成为惯例 美国人习惯成自然,真是悲哀 由美国人说回美国政府如何欺骗他们 真是特别有feel 虽然美国政客欺骗自己人,欺骗到出神日化 但他们欺骗中国人,欺骗极都不成功了 美国近日经济不成功,美元、美债通胀 一个一个炸弹等着爆 美国很需要用中国帮忙 总统拜登就放了个很想和中国恢复沟通的架势 5月5日,彭博社报道 自从气球事件之后 中国已经N次拒绝和美国防长奥斯丁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莉通话的安排 很明显,美国军方就放风给传媒 说到自己很有诚意 5月2日,CNN就报道 美国诸华大使柏欣斯就说 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 随时准备好和中国举行高层对话 希望可以在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上 和中方达成共识 连美媒都觉得 这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信号 甚至乎美国财金商业高官公开表示 很想访华 可以说是恨到发烧 但中国一直都不多说美国 其实中国的逻辑是很简单的理解 中国人不可能接受 有人拿好处后就搞事 你看看就知道 5月中G7举行峰会 美媒引述知情人士就说 拜登会在这段时间前后签署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其中AI半导体量子科技领域可能面临全面投资禁令 那也没算 多个媒体就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行使总统撥款权 向台湾提供总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这个权力是赋予了美国总统 在紧急的情况下 不用经过国会许可 就可以动用库存了 美国援助乌克兰就是私用了这一招 问题来了 美国不是很想谈的吗 为什么又要踩中国的红线呢 风平浪静的台湾局势有多紧急呢 我反而见得到 美国周不时派军兰在挑击 打压中国的是美国 吹打仗风吹得最劲又是美国 乘机帮军火商兜生意 同样都是美国 放风回眠 但是制造紧张更加都是美国 一直以来 美国很怕中国从后赶上 不想让中国有好日子过 于是美国炮制了一个藉口 中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美国要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相当符合美国的霸权逻辑 美国用民主的名号对中国极尽打压 但当美国政府用老作炒作 来操纵国际舆论的时候 美国已经没有资格代表民主了 中国一早看穿了美国 所以来一招 敌不断地动 我就是不动 看你何时顶不住国内的经济问题 说真的 中国对美国没什么好谈 谈都是可能过两年才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谈来都可能浪费心机 万一拜登竞选连任失败呢 万一又轮到特朗普上台呢 或者出了个颠过拜登和特朗普的政客 那又怎样呢 政治上中国只需要用拖字决 斗定力斗长命就可以食住美国 军事上 中国就要继续加强守护国土的力量 央视四月底的官宣呢 就说明中国要做更多的航母 有不少分析就认为中国可能 同时起第四、第五 甚至乎第六首的航母 继续巩固国防 绝对是走对路 中美必有一战的了 因为霸道的美国一定要打残所有挑战者 美国炸中国大使馆二十四周年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国药被人欺 勿忘美国的血债 警惕霸权方言 随事随地 全力避战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